国民党征召高雄市长韩国瑜参选2020大选由解套,船将以征召领表方式,让韩国瑜被动进入初选,与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、立委王金平两大太阳正面对决,相较于民进党初选提名作业已经展开,几乎确定由蔡英文、赖清德两人正面对决,国民党的提名方式至今仍未明朗。 原本国民党组发会主委李哲华提出,可透过协调争得有意参选的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、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同意,将韩国瑜纳入初选机制,胜出者成为总统候选人,不过朱王两人对此有所意义,所以只好就此打住。 联合报报道,但国民党尚未放弃征召韩国瑜希望,目前倾向让韩国瑜被动纳入初选。 中央党部将透过征召韩领表的方式,特有党或其他人出面,代替韩领表,完成党员联署与登记。 目前被高层认为是可行方式,党内高层强调,一定会找出方法,让韩国瑜被动参与初选,并透过初选提名机制,提名最强的总统候选人。 其实新闻中心,聪合报道想知道更多,一定要看,国民党船征召领表选总统韩国瑜在香港这样回应看了这则新闻的人,也看了,防美座谈科批谈城市创新同志公投投反对票弹允许12万人游行总统,北高市长沟出国目的大不同动画算错, 126亿韩国瑜上修防港首日签订单金额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,不注册会后悔,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杠-tw.adai.ly-ml924upcsu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